欢迎来到照理排案 又到六七月份了 每年六七月份都是各大高校的毕业季 对于大四毕业生来讲 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时间来临了 那就是毕业典语 可能每一个大学毕业生都想 经历了毕业典语 我这一个阶段的人生才算彻底完整了 终于要开始新的生活 可是就在前不久 苏州大学官方宣布 由于人数众多 所以他们只能选择一定的毕业生代表 作为代表来参加苏州大学的毕业典语 也就是说其他大部分的大学生 由于场地的限制 参加不了他们的毕业典语 就像去年一样 去年北京交通大学就说 由于场地限制 所以他们只能让10%的毕业生 作为代表来参加毕业典语 其他90%的学生可以待在宿舍里 看着电视中上演着别人代表自己的毕业典语 对于广大的大学生来讲 人生恐怕没有什么事 比这个还要悲凉了 辛辛苦苦读了四年大学 零了了 到毕业典语的时候 竟然还要被别人代表 当然了 这两年的这两件事 在被爆出来之后 校方马上进行了调整 没有场地 找更大的场地 更换时间 一定要让所有学生都参加自己的毕业典语 北京交大去年是这样 苏州大学今年也马上更换了场地 我们倒是理解有的校方的安排 确实 今天中国的很多大学体量 简直是巨无霸的存在 像哈佛大学 一年的毕业生 也就是一千多人 不到两千人 中国的很多大学 以今天这个苏州大学为例 每年本科毕业生 六千六七百人 是哈佛的三倍之多 你要给这么多人 在同一时间 找一个巨大的场地 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安保各项布置都要考虑到 不是那么简单的 只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让一小部分学生 代表全体学生参加毕业典语 是啊 校方是省事了 省掉麻烦了 不要找很大的场地了 可是对于广大参加不了自己毕业典礼的学生 这是有多遗憾呀 尤其是今天还是一个时时刻刻 我们都讲求仪式感的世界 没有什么事情比毕业典礼还有一事感了吧 而且咱们也知道 如果真的只是挑代表参加毕业典礼的话 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代表呢 那些没成为代表的人 是不是我大学四年读的就很失败呢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民族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倒建议大学校方 不要担心场地的简陋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大型的礼堂 哪怕露天的操场也放得下你所有的毕业生啊 对于广大的毕业生来讲 大家在乎的不是毕业典礼的场合豪不好华 而是希望跟同窗四年的好友们 一起完成这个人生最重要的仪式 而且我们知道啊 在毕业典礼上咱们还有一个传统 拨顺啊 要把帽子上的帽顺呢 从右边拨到左边 代表卖穗成熟了 我这个学生毕业了 拨顺一般来讲 都要由校长或者校领导来完成 要给几千个人拨碎 这都是一个难事啊 可我们也知道 对于校长来讲 你要拨几千个人 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讲 那我真的一生就这一次拨碎的机会啊 所以有的高校做的真是不容易啊 有的高校校长 人家能拿出四天时间来 给六千多个毕业生 一个一个的拨碎 一个一个的照相 有这样的校长 哪一个学生不会感觉到暖心呢 我们经常讲 什么是一个大学最重要的资产 当然是这个学校的校友了 我们经常看到新闻报道 美国的很多大学 主要是靠校友捐赠存活的 而且人家不只是靠富豪级校友的一次性的天量馈赠 有很多校友虽然是平民老百姓 人家也是长时间的给自己的母校馈赠 为什么 他跟母校是有这样一个情意结的联系的 而我们今天的高校 如果连一场毕业典礼都不愿给自己的毕业生的话 你还怎么指望 你的校友成为你最重要的资产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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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